Next Sparking One 梳打水机 无论是煮食又或者是冲饭也好 一说到要加气压的话 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安全和内用度的问题 这部梳打水机的设计 除了用不锈钢来做出气嘴之外 它也有内压水平 而它整个打气的过程只是用人手去操作 就不需要用任何电 即是说无论是安全又或者是内用程度 都绝对经得起考验 而且它也不大步 收纳起来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那就適合香港普遍的家庭 而整个操作的过程也很简单 我们只是将跟机送的425g CO2 直接插入梳打水机到凌晨 给个概念给大家 如果用完整支CO2的话 已经等于做了大约60L的梳打水出来 当然打到多少气都要视乎大家用的习惯 不过无论你怎么用都好 自己打梳打水始终都是会环保一些 减少很多废物的 领确实CO2之后 跟手就将冰水倒入内压瓶里 水位去到max这个位置的话 即是说一次过你已经可以做到800毫升的梳打水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内压瓶 套入出水位至凌晨 最后只需要轻轻拉低手制 CO2就把声打入清水里面 正如包装盒上面写的 Great Sparking in Seconds 5秒之前的清水 在5秒之后就这么简单 变成梳打水了